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普通的船和快船两种 我们选择的是快船 别看这个船不大 但是有上中下三层 很快就把码头上一长串的队伍给塞进去了 曼金诺岛被誉为美国最美丽的岛屿之一 在这里没有汽车交通 只有马车和自行车 游客可以漫步在蜿蜒曲折的道路上 欣赏沿途绚丽多彩的风景 包括蓝色的湖水 还有郁郁葱葱的森林 曼金诺岛上有一些著名的酒店和餐厅 为游客提供舒适的住宿和美味 我们去的餐厅是一家亚马加风味的餐厅 除了前菜炸鱿鱼 还有它的招牌白鱼 我们还点了亚马加风味的牛尾 这个牛尾是闷得又烂又入味 算是本次旅程最大的惊喜之一了 而最大的惊喜之二随时到来 账单出来的时候 先看到餐费 再是税 再是20%的小费 这个20%的小费是强制收取的 在上班卡之后签单的时候 他还希望你额外再给一笔小费 可能是我出门太少 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这么难看的吃相了 在曼金诺岛上 还有一些壮观的景点 比如Arch Rock 它是一个巨大的天然岩石拱门 很多环岛骑星的游客 都会从山下仰视这个拱形石 但是我觉得呢 还是走到石头旁边 近距离的观察这个石拱比较好 透过拱形的门洞俯瞰碧蓝的湖水 那感觉简直不要太美 拱形石旁边的观景台 也可以用来远眺一望无际的修轮湖 麦金诺岛上有很多的活动和娱乐的选择 比如游览灯塔 参观马车观光 或者是徒步 骑自行车等 在沿街的商铺 游客们可以购买各种服装 纪念品 手工艺品 也可以享受蛋糕冰淇淋的美食 在炎炎的夏日里面吃一口冰淇淋 那感觉别提多美了 说到历史 麦基诺岛是五大湖地区毛皮贸易的战略中心 基于以前的贸易战 英国人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 在岛上建造了麦基诺堡 在1812年通过两次战斗 美国获得了这个岛屿 岛上的州立公园 也是美国第一个州立公园 里面有19世纪的军事要塞和博物馆 向游客展示了该地区的过去 晚上六点半的时候 麦基诺堡 鸣炮 降旗 在堡垒附近有六七个旗杆 每一个旗杆都有两个穿着制服的少年 他们同时将旗帜缓缓降下 跌好 除了美国国旗 旗杆上还有以前英国统治者时期的国旗 密歇根的夏天很长 我们在岛上游玩了足够长的时间 没有选择住宿 在傍满时分 登船离开了这座美丽的小岛 接近晚上七点的时候 太阳还是高高的呢 那好啦 本条影片就先到这里 感谢观看 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订阅评论分享啊 我们下条片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